不是要拜拜 啊 啊 今天的高潮就是老蕭跳過所有人的高潮 對 你們三個站在這裡 因為我也想表演一下 我怕你們受傷 好了新年快樂 你很累 你又要表演又要主持 因為Open是我們表演 所以表演一定要在Open 因為你會用盡力氣 所以Open我先把這個歌唱好了之後 後面再開始主持 因為主持需要大喊 對所以我覺得其實還OK啦 然後非常開心 因為我覺得兩天有一個很棒美好的回音 我們首次第一次在跨年完之後 在1月1號的時候 馬上元旦我們又有一場演唱會 然後感受那個迎接新年的那個氛圍 我覺得真的非常棒 我覺得以後啊 我們真的跨年不能只辦31號 要連辦兩天 大家才有一種一起歡騰 一起歡慶的感覺 然後再找人輔哥來主持 其實我表演我也滿開心 對你來講會不會鐵力的挑戰 又要表演 然後又要主持兩天這樣 其實還好啦其實還好 只是主持因為時間比較長 對但是主持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表演 那表演的話自己變成 你是單獨來表演完就離開了 那個氛圍上來說是會有點差異性的 對我覺得主持能夠感受到的是 所有人一起的那個歡樂感 你會覺得更期待2021 能夠會有好事情發生這樣子 一定會有的 人虎哥可不可以跟我們selfie一下 喔喔 喔喔 喔唷 喔唷 對 剛剛都忘了 人虎哥真的是我的偶像 tires нез 自肥的時間 自肥時間 這樣也行 一 二 三 再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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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你們辛苦了 你們辛苦了 好晚安 昨天講了一整個晚上 我們講了兩天了 嘰哩哩哩哩哩哩 謝謝 哇 真的是 我們好開心喔 真的 台中綠寶跨年GO 超大咖降臨開唱 蕭敬恆玩頭安心呀 連續兩天 雙演唱會還翻天 最有趣的幕後互動 都在中天娛樂頻道 打開YouTube 搜尋中天娛樂頻道 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精彩新聞不漏傑